标志这千十几年的开始呢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他们都复活了 已经录一同坐 往一千年 这是某一次的复活 只是给予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到一千年完了 有一件事情 必须能够看得到千十几年开始的 就是死人复活 你最好是 现在活着 不要等到最后 那时候复活那就很糟糕了 但很多人在教会他是死的 因为一次牧师讲到 他那边吹着死 和死人没什么两样 诶 然后我们再看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上一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所以说我们解决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千十几年的到来 必须有一件事情 就是死人的复活 一定要发生 我们来看那次下去 OK 什么事件标志这 前几年的开始 第一 耶稣必在灵 在基督里死的人 必先复活 然后刚才我们也读了经文 和基督一同坐王一千年 所以呢 这些都是会发生 在前几年的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张 一千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第一次的复活 开始是用第一次的复活开始 还有第二次的复活 结束了一千年的 这个前几年的掌权 我们来看 GC Next 头一次复活时 还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读一段 这个更多前书 第15章 五十一到二十三节 我如今把一切奥秘的事 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刹十 乍眼之间 浩童末次推想的时候 因浩童要想 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死坏的 总要穿上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总要穿上不死的 我们在去读另一个经文 在菲律毕书第三章的细节 它这样讲 他按着那能 叫万有归服自己 那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 这样子 圣经说 在千十几年的时候 必有死的活 那我们这活人 活着的人怎么样 圣经讲 我们 要改变 就在一刹十 眨眼之间 浩童吹响的时候 使人复活成为不喜欢 我们这些 没有死的人也要改变 改变什么呢 改变 我们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和有耶稣的身体相似 那你说 牧师啊 我们改变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的改变 因为没有家 那你可以看 读圣经 耶稣复活后 被钉死的家 第三天复活后 他做什么 有人说 耶稣复活了 最没有身体 好像 那个基罗犯一样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幽灵这样 不是 圣经说 他的身体 他还是有身体的 记得吗 他叫我们多玛 来摸摸我的手 对吗 摸摸我的脚 对吗 然后 他跟门徒一起吃鱼 海边捕鱼 然后一起吃鱼 所以 他是有身体的 所以 你和我 不用太在意你的身材 好像我这样身材 我已经不是很在意 因为 之后 将来 圣经会给我们一个永调的身体 辣椒 我说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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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讲的 圣经没有讲的 所以 你会看到 我们活着的人 身体会改变 然后我看到耶稣从那边 本灵在这边 然后在那边 我们能够创墙 哎呀 你复活过 你耶稣来的时候 你的身体改变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荣耀身体 你能够创墙 哎 对 所以 这些东西都会发生 在千几年的时候 我们来看 下去 然后 活着的人 身体 将要改变 以主荣耀的身体 一样 Amen 基本上 同一次复活的时候 世界上只剩个四种人罢了 没有男人 没有女人 没有老人 没有年轻人 也罢 就是只有十种人 第一个 大家 活着的义人 义人就是信耶稣的人 还有 死了的义人 还有 活着的恶人 还有 死了的恶人 还有 死了的恶人 是什么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 活着的恶人 他们结局是什么 然后 我们一起来读完语 我觉得你应该读的 OK 应该知道的 一二三 那是 那时 那时那儿子 陷入出来 主要用口中的灵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拨光 废掉他 所以 如果你不信耶稣 或者 你身边的人不信耶稣 你得讲一天你会 上帝的有目光会把你飞掉 这不是我讲的 圣经讲的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 Next 所以圣经很清楚说 有两次的复活 头一次的复活是死了的一人 第二次的复活是叫死了的恶人 所以我们总共有两个复活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这个复活中的人都不会解释了 Next 来